在上次的影片中 我们介绍了元素概念 以及元素周期表的发展过程 在周期表中 一共有118种元素 就是由这些元素 建构出了我们所熟知的世界 甚至连我们本身 也是由元素组成的 其实 元素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 有着不可被取代的特质 在这么多的元素中 有些元素拥有类似的特质 有些元素则是完全不一样 科学家制定的元素周期表 究竟是怎么分类元素的呢 在元素周期表中 各族依照特性会有不同的别称 例如 1A族称为碱金属 2A族称为碱土金属 7A族称为鲁素 8A族称为钝器 所有的B族元素 统称为过渡元素 原子序第57到71号 称为蓝系元素 第89到103号称为阿系元素 蓝系与阿系元素合称为内过渡元素 目前已知的元素总共有118种 原子序大于92以后的元素称为超幼元素 都属于人造元素 元素在周期表的排列 可以经由它们的性质来分类 按照元素的性质差异 周期表中的元素可分为金属 非金属与类金属三大类 金属元素大多偏向周期表的左下方 非金属元素则在右上方 位于两者交界处的 彭、细、褶、身、T及D 六种元素即为类金属元素 金属元素具有导电性、导热性及延展性 不过要注意的是 金属的导电性会随着温度升高而下降 非金属元素的导电性与导热性通常较低 也不具有延展性 类金属元素的性质 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 导电度随温度上升而增加 是制成半导体的良好材料 元素有许多性质的变化趋势 都可以透过周期表来观察到 可以在同族中或同一周期内互相比较 举例来说 在同族元素中的原子 原子序会由上而下增加 同时原子的半径也会变大 因为更多电子填入壳层中 会使架壳层向外扩增 而在同列元素中的原子 而在同列元素中的原子 原子序由左至右增加时 原子半径却呈现减少的趋势 这是因为虽然同一颗层的电子增加了 但原子核的赫电赫也同时增加 架电子与赫电赫的吸引力增加 使得原子半径减小 这种随元素的原子序增加 使得元素的性质产生规律增加或减少的现象 称为半径的周期性 除了原子半径的变化之外 元素的金属性与非金属性 也会呈现周期性的变化 金属性指的就是物质失去电子的能力 相反的 非金属性则代表物质得到电子的能力 在同一组的元素中 由上而下移动时 金属性会增加 非金属性则会减少 在同一周期的元素中 由左到右移动时 金属性会减少 非金属性增加 元素得失电子的性质差异 代表价电子与元素性质之间的关联性 位于周期表最右边的8A族钝器 化学上的活性很低 性质稳定 以氦、奶、氧三个元素的原子为例 它们位于架壳层的电子数目分别为2、8、8 恰好都填满了架壳层 使得元素原子的稳定性高 不易于其他原子产生化学反应 但是大部分元素的架电子不像钝器一样填满架壳层 因此容易产生化学反应 例如1A族的钝原子 架电子数目为1 容易失去一个电子 形成钝离子 此时它的电子分布与奶相同 7A族的氯原子 架电子数目为7 容易得到一个电子 形成氯离子 使它的电子分布与亚相同 A族元素进行化学反应时 主要受到钾电子数目影响 也就是说 钾电子数相同的元素原子 它们的化学反应也会相似 在周期表中的A族元素 同一族的钾电子数目相同 表示化学性质相似 不同族的化学性质 随着钾电子数不同而呈现变化 由元素原子的钾电子数可知 如果金属元素 与非金属元素结合时 金属容易失去电子 形成带正电的氧离子 非金属容易得到电子 形成带负电的氢离子 在周期表中最左边的EA族中 除了氢以外 都是最活泼的金属元素 它们的金属性 也随着原子序增加而变大 7A族则为最活泼的非金属 它们的非金属性 随着原子序增加而减少 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吧 在现金的元素周期表中 各族依照特性有不同的别称 例如碱金属 碱土金属 卢素等 周期表中的元素分为金属 非金属与类金属三大类 金属元素具有导电性 导热性及延展性 非金属不具延展性 导电性与导热性较低 类金属的性质则介于两者之间 在周期表中 可以发现因为原子序增加 而使得元素性质变化的现象 元素的原子半径及金属 非金属性质 会受到周期性的影响 盾气 因为电子刚好填满价格层 而性质稳定 其他元素则倾向于 透过化学反应 达到跟盾气一样的电子排列 价电子相同的同族元素 其化学反应也相似 不同族的化学性质 随着价电子数不同 而呈现变化 接下来是想一想时间 我们在今天的影片中 学到元素在周期表上的 分类与性质 但是除了周期表之外 元素也存在于人类文化之中 有些元素在人们的眼中 平凡无奇 有些则因为各种理由 而价值连城 根据你的生活经验 有哪些元素在人类的发展中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哦 下次再见咯 欢迎讨订阅 期待 ,кой, 感谢观看